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学习老和尚四十八院讲记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第二十九院 住镇定剧院 在一百八十八页 上一次我们提到 佛常会用分类的方法 所以在经上将一切众生修行成果 分为三类 一是镇定剧 一是协定剧 一是不定剧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一百八十九页 老和尚指导 要作造大势至菩萨 焦早的净念相继 这个才是镇定剧 能够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来念佛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上一次 讲解到这个镇定剧 一百九十页 我们看到 第二段 第四行 讲的 怀音听上 佛把众生的病根说出来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不能恢复自己本有的佛性 所谓正德 就是指亲近心 所以你要想真正正德 那一定要镇定剧 把心定在一门上 定在一个法上 就正确 佛说的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不管哪一宗哪一派 不管你学什么样的经论 只要把心定在一门 决定成就 这个原理 通一切宗派 通一切法门 决定不能怀疑 第二是协定剧 协定剧也指 修行 决定不能成就 他有没有定 他也有定 定理 有 有 参杂 或者有疑虑 所以有定 还有妄想 执着 像 这个世间 四禅 四禅 八定 这个我们六道有三界 有欲界 有色界 有无色界 那色界 无色界 他们都要修定了 修四禅 八定了 连阿罗汉 他修到第九次 第定了 那是初世间 但是阿罗汉也还没有见信 所以 都有妄想执着 所以如果没有妄想执着 那阿罗汉 批之佛 怎么不能 民心 见性 他们也有 执着 老儿上进一步说了 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 二成人 全教菩萨 我执 虽亡 我执没有了 所以有我执 就出不了六道了 六道轮回 也是我执变现的 那我们在听佛法 你是不饿 我们听到 轮回从我执变现的 那这个听完之后 那想不想再搞轮回 不想了 不想了 那怎么不搞 那得我执越来越淡 我执 佛进一步讲得比较细 叫见思烦恼 这我执 见祸 失祸 这个见祸 第一个 身见 这个身体是我 不要说吃东西的时候 我要吃多一点 我的身体需要 那可能这个身见能会增加 你生活上的享受 特别讲究了 这个可能都从身见来延伸出来了 所以 我们理明白了 这个是 就要在每天 这些境界里面 练 边界 边界 很容易对立起来 边界 见取见 从因推果 推错了 借取见 从果推因 推错了 大家有没有遇过 自己觉得自己什么看法都对 明明都 这个因果都推错了 谁跟他讲都没用 这个都是属于贱货 失祸 贪嗔痴慢疑 那我们在主世代人当中 这个脾气有没有减少 这个才是真正在 放弹的我旨然 不然理明白了 没有受用 真正受用是什么 你放下才有受用 没有放下 不得受用 而且学了很多道理 自己不用功 会增长傲慢 所以学佛假如不放下 自己的习气 就会很容易越来越看别人的 缺点 因为道理懂多了 所以不立行 但学文 立行是什么 最终还是放下习气 就会长浮华了 所以老外上 我记得在 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同学们 寄来一些问题 老外上 看问题 就能看到 问问题人的心态 就说到了 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还以为自己是佛弟子 通通搞错了 佛不是这样教着我们的 老外上 这一段提醒的不是别人 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师父领境们 修行要靠个人 我们的摊有没有越来越善 这要靠个人 老外上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这里提到 小成人 全教菩萨 还没有见性 所以法直 犹存 所以 破我直 出六兆 破法直 才能见性 所以金刚经说了 法上应守 你看那法都要守 法不能指 这个法指什么 这个法是佛法 在金刚经批语 你要过河 坐船 你过了河了 那个船会不会还背在身上 如法欲扯 法上应守 何况非法 像我们世间也说 折善固执 那要不要折善固执 一开始可能要 一开始你不能 善恶都搞不清楚了 你现在了解什么是善了 但你不能执着善 断恶 不执着断恶的相 修善 不执着修善的相 你修善着相了 那 连六道都出不去了 比方说做一个好事 都放在心上 遇到人还要 炫耀炫耀 这个就不妥当了 所以真心一法不利 你看 祖师流这些话 很有味道 让我们检查检查 你常常心里面 要跟人讲话的时候 脑子里就冒很多 我要用佛经哪一段 跟他讲 是吧 大家有没有经验 明天要去跟一个重要的人沟通 然后晚上在那里 沙盘推演 推得 有点睡不着觉 头昏脑胀了 请问你 你这样去谈话 是不是真心去谈话 真心一法不利 为什么俗话说 有心 擦花 花不发 无心擦柳 柳尘硬 你有心 有什么心 有忘心 有得失心 那你用得失心 你再用力 你还是忘心 那忘心会调动对方的真心吗 那都不容易了 就交感了 你无求的心 来招感人家 无求的 回应 你有求的心 那当然招感人家 是有求的回应 比方说我们今天去付出了 你是付出 善了 可是你付出有求回报 对方会不会有压力 对呀 你看兄弟之间 你最近有困难是吧 这有十万块钱 拿去吧 你看这个 兄弟姐妹拿了 有没有压力 这种 态度 有压力 我们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念 甚至要感觉到我们的言语 给人的感受 人把自己放淡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受到别人 所以我们刚刚说 我质在哪里放啊 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就在放药 我质 他说我这个人 有话直讲 那有话直讲就考虑自己想讲话 没考虑对方听了是啥感受了 有话能不能直讲 大部分不能直讲啊 现在的人很敏感 除非什么 你们两个的交情很深的 而且两个人都是什么 都是直肠子的 你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你不能一听 你直接讲吧 你对他还不够了解 你一讲 下次不跟你见面了 老上年轻的时候 老上性格也是很直率的 遇到有同修 没关系 我有什么 我讲课有什么问题 你直接给我提 老上就很认真了 这个 听完之后 给他一提 一提啊 脸色很难看的 老上就学到了 不是人家说 可以直讲就直讲 你还是要对对方 比较了解情况 像我们也听到 像同学之间相处 比方 感觉到 对方的这种 价值观 跟我们的差异很大 甚至于他一些生活习惯 会影响我们的 德行 因为我们自己定功还不够 但是毕竟呢 跟这个 朋友 交往了一段时间 那怎么处理 能不能跟对方说 我觉得我们俩不大事 那是同性 不是说异性 同性之间相处 我看我们俩还是保持距离的 这种话能不能讲 那不得了了 对方肯定很不欢喜的 所以你有话直讲 还是要考虑对方的接受度 所以处理事情 要低调 要不落痕迹 当然这里面没有自私 没有什么 要达到自己的利益目的 不是的 因为你面对境界 你要很清楚 我自己的定力还不够 那我交这些朋友 可能我就被他们拉走 就沉沦 去一些欲望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守住你的本分 什么本分 我要照顾好父母 为父母分忧解劳 今天朋友要找你出去玩 你说刚好我得帮我父母 那些农伙 不能耽误了 刚好我母亲最近生病了 我得照顾 你这么去说 一般人不会为难你 包含你是学生 你有你的本分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当前 你拿所有的时间来净本分都不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自己觉得我48小时 净本分都不够 既然净本分都不够了 那人家找你去玩乐 那当然可以拒绝了 对啊 那一般人 他不会难为你的 所以 父母啊 家庭的责任呢 当前学习啊 工作的责任 这个能帮助我们 应对进退 而且不会得罪人 当然这不是找借口啊 这个是真的很清楚 要净本分 那也知道 这个人际关系的哪里 不难了 我们就学不会啊 该拒绝的时候要拒绝了 拒绝要不要学习啊 要懂得学习啊 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位菩萨 极乐世界来的 绝名妙行菩萨 他在静朝的时候啊 念佛 他证明啊 这个念佛法门 无上身妙禅 成就的速度非常快 他念了七天 阿弥陀佛现前 给他说法 他就正无身法人 入法身境界了 你看成就的快啊 所以静中称为静中静又静 三个静 静就是路短 不要快速 第一个静是大臣 大臣可以当身成就 小臣不容易啊 你正的出国了 还要七次啊 人天上人间 七次往返 第二个静呢 是禅中 第三个静是 静土中 这个绝民妙行菩萨 七天 入乎身法人 结果他当时候啊 跟他一起修行的 有十二个同参道 只有他成就了 后来到清朝啊 这十二个人又聚在一起了 看绝民妙行菩萨 够朋友 远成熟了 献钱给他们说法 因为对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啊 过去的同参道友了 我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 绝民妙行菩萨 给他八个字 强顺人情 免救世故 此八句悟你一生 我们虽然在修行呢 这亲戚朋友 哎呀 喝一杯咖啡而已啦 走了走了 好吧 这边喝一杯咖啡 那边喝一杯大红袍 是吧 修行人最珍贵的是什么 命光啊 没有一个成就的人 是不爱惜时光了 不要说做佛了 世间有成就的人 铁定 这个 习始如今 爱惜时间 比爱惜精子还重了 所以老和尚说 念佛要分秒必争 黄念主老基说 念佛抢救 你多念一句 试一句了 抢救啊 大家看我们东摸西摸半个小时过去了 能念多少声佛号啊 这个摸来摸去也是一种习惯 这个都要改的 我认识一个长辈啊 八十多岁了 从年轻就持大成经典 你看缘也是很好 可是这种世间的 这些人际啊 交往啊 放不下 他们的单位 退休人员 一段时间就聚会 吃一顿 他都癌症了 病得很重了 他还要去参加这个 一参加 都是八十几岁的人 你生命随时都会出状况了 你还在挂着这些事情 看看老同事了 你这世间的事都放不下 怎么往生啊 说佛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的 这段话大家会听 不然一听完 你们现在才五十岁的人 谢绝一切 亲戚朋友 现在又要过年了 通通不见 哇 结果你先生跳起来了 我看这个 陈德法师的课不能听了 你看一听 这么极端了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什么 他随时有生命的危机了 你还在搞世间这些交际啊 当然 我讲这句话不是说 你们可以好好大考特考交际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说 说佛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 这已经告诉我们什么 你当下不要搞情缘呢 要搞什么 法缘 你说啊 反正我年纪大了 我把所有情缘都放下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年纪大 是吧 那再 好 你过了二十年 你这些情缘 说变就变了 说放就放了 你现在不往 转法缘的路上走 不进则退啊 你在境界当中 要不你的情越来越重 要不你的情越来越战 能转成法缘 修行人 既望未来再怎么样的 都靠不住 修行要能得利 当下 活在当下的人 修行才能慢慢得利 结法缘不结情缘 什么时候开始 当下 我差一点又要念 乱闹 突然冒一句英文 怕有些不懂英文的人 有点突兀 不过 我最近可能要开始学英文 我一直在 避免这件事 好像有点逃不过 为什么呢 这个年轻人 你不在身边带 不容易带 那我要在身边带他们 我就要考雅思 对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 当然我心上有个五十多岁 就不能见性 我真心一法不利 静来不去 静去不留 这样才对 人家许泽女士 七十多岁才开始练瑜伽 古人还留了一句给我们 人生七十才开始 这个练什么 不挑境界 不挑境界就没有分别 就在境界理念 把这个分别性要放淡了 一般人遇到事 好难哦 难跟义就是分别 所以你说放下分别之所 在哪里放啊 当下 你面对的境远 你起了念头 起了分别了 阿弥陀佛 顺境 阿弥陀佛 逆境 阿弥陀佛 念平等心 无量寿经 清净平等 决 所以每一次读无量寿经 最终要提醒自己 用清净心 用平等心 在哪里 在哪里用 生活工作 处事带来 来点清净 不要贪着 不要染着 量平等 礼静 读佛 有行行 为什么 殊胜 平等心 大心 礼静一切 人 事物 甚至是众神 劝发菩提经文 有一句很好 菩萨 关于 罗尔 这是过去父母 未来 诸佛 他没有着 他是马蚁的像 不着像 见他的本性 所以都很 理静众生 众生都有佛性 好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 我执 变现 轮回了 就要懂得 放下 见识 烦恼 这个法 执 有存 所以不能 执着 佛法 不能执着 善恶 你 折善固执 那就执着善 有时候你一执着 就不能了 全变 就不灵活了 你看佛菩萨 世事如外 因为他没有止 他可以随缘 旧方 你看那个水 水这个 比喻很好 水可以随缘 旧方 可是水呢 在冰块的时候 可不可以随缘旧方 你看他冰块的时候 他就固定的 固定的形状了 他固了 固了 固止了 所以就不能随缘旧方 所以儒家也说 权 你看儒家把学习 四个阶段 可以共学 就学习了 为可以四道 你学了要去做 这叫四道 道就是 力行 去行道了 可以四道 未可以与利 你虽然行道了 可是能不能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以 威武不能去 立得住吗 在第三阶段 真正在 因缘当中 能不能 完全舍己 为人 这个就立了 林哲徐先生 苟立国家 生死 起因 获福 必屈之 他遇到生命危险 他还是立住他 为人 尘之道 他可以立 会可以全 通全达辩 所以 你心中有直一法 也不容易全辩 举个例子 真子 很孝顺 他可以立 任何时候 都守着 孝顺 结果有一次 帮父亲干农活 结果把那个 瓜的 这个 根给刨掉了 那一刨 你不是白种了吗 他父亲看了 很生气 那在干农活 那农具 锄头 还是什么 拿起来生气 一拿起来 真子 恭恭敬敬的 接受 父亲责罚 结果一打 就把他打昏 孔子 知道这个事了 就说了 真子 不是我的学生 不要来见我 真子 一听 赶快请同学 去请教 到底自己 什么 孔子说 我不是跟你们 讲过 大顺的故事吗 父母需要他 顺王就出现了 父母要害他 顺王就不见了 很会全辩的 你看在春秋时代 有一个公案 大家假如有读过历史 应该知道 春秋五霸 敬文公 他的父亲 敬献宫 宠爱一个妃子 叫利基 这个利基够狠的 为了让他儿子登基 害了前面所有的 这些儿子的兄长 结果首先太子 深深 他就不会全辩了 他就自杀了 对啊 所以这个 尽忠尽孝 行善了 也要懂得全辩了 不能止了 好 所以你对法 有执着了 法持有存 不能见性了 所以你就晓得 法持 还是属于妄想执着 对啊 你还有一个善法 你还有念头 你还执他 所以还有妄想执着 当然比起凡夫 他们的执着轻 我们凡夫的妄想执着重 尤其有我执 我们刚刚举这个太子深深 他们我执都很淡的 他可以牺牲自己 但他对法没有全辩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明心见心 道理在此 这是邪定句 他不能成就 他还有掺杂妄想之主 所以任言会上 我看恶成人 都是外照 为什么 心外求法 他还没有用自性 所以我们说三归一 归一自性觉正经 向上是归一 注视三宝 但注视三宝的表法 都是让我们要回归自性三宝 佛表绝而不明 佛像 法经典表正而不显 出家人 现得像 六根清净 一尘不然 这个是净而不然 表这个法 所以 以大臣来讲 恶成是外道 邪知邪见 这一种称为门内外 都是学佛了 门内的外道 因为虽然学佛 还没有用自性 还是用忘心的 这个是佛门以内的外道 所以我们在唯事经论里 讲的同身性 异身性 同身性是正定句 异身性就是协定句 或者是不定句 什么是同身性 转八四成四字 用四字 而不用八四 这是同身性 用四字就是用性德 他随顺性德 同身性 跟诸佛相同 用的是真心 不是忘心 以本经经题来讲 所用的是亲近平等觉 一身性 一身性是用忘心 用忘心生烦恼 用真心生智慧 用身心随缘妙用 无方的 你看那个无方的 没有固定的方法 看因缘 随缘 随缘就方 不是你学了一堆佛法 使记用背去套 套在因缘上 套公式 这个不行了 会套错的 好 所以 这个 一身性是用忘心 不是真心 他用的是八四 五十一心所 跟佛用心不一样 所以称为一身性 那我们 我们 简单提一下 天清菩萨 有一部著书 著作叫 大乘百法明门论 他把宇宙的万法 无量无边 整理成一百法 这个是属于法相为事 我们 这个大乘佛法 有一个宗派 叫法相为事宗 我们学华严经的时候 常常听老和尚说 常常听老和尚说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那个事就是 这个为事 就是我们 有分别执着了 就把一针法界 就把一针法界 变成六到十法界的 这个都是事造成的 好 所以这个事就是旺行 就是一身性 所以我们修学的重点 转世成智 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 纲领 那假如 谈到这个了 那我们复习 夏年老的一段话 大家不要 一听到转世成智 哇 那个好高的境界 我们当下就能这样修 重点是 我们要老实听话 真干 所以这个 祖师大的慈悲 给我们指导的非常细致 我们肯老实听话 真干 这个是很有福报的 夏年居老居是说的 无论念佛 处事 皆当用第一念 悟用第二念 第二念就是分别执着 这是用事 就是用忘心 第一念就是智 就是真心 用智慧 不用情事 怎么用功呢 念佛时 一切莫管 你要万元放下 字句分明 一次一句也念清楚 平平平常常 老实念去 这十六个字 知道我们念佛 复不复杂 不复杂呢 是修行 不要自己给搞复杂了 比方说 夏老另外一句 说的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现前一句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去 可是问题是 我们很容易 念过去了 念着念着 过去的影像浮起来了 请问 我们过去的影像 会浮起来 有没有执着 有啊 你很执着 过去那件事啊 还一直放在心上纠结 所以他就很容易冒起来了 不念未来 为什么 念着念着 阿弥陀佛 未来的事情来了 担忧了 牵挂了 因为你有得失心啊 得失心就是贪啊 就是执着啊 失货啊 所以念佛就是要把这些分别执着念掉啊 你把它念掉不是是舍事要用根吗 不是转事要成智吗 就在我们当下念佛当中才用功啊 所以能依照这十六个字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念 就是用真心 你忘念不起啊 用的就是真心了 问题是要能保持啊 我能有一分钟没有忘念 好啊 好事啊 可是得保持啊 所以得不断用功啊 下老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情一句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只要自据分明 自据分明 不能跑什么念头就出来了 我要赶快一心不烂 你要赶快啊 就越 越快不了了 我们自己有没有经验 想要赶快把那件事做好 结果反而出状况了 你着急了嘛 不求一心不断妄想 你还在那里 我要把妄想念掉 我要把妄想念掉 你都是念头 都是妄念 你就自据分明就好了 自据分明了 这妄念自然就不起了 而且人呢 有时候在那里 我要当晚想 我要当晚想 其实这个人本身呢 性格就比较硬 硬的人修行 那个硬的净都会上来 他自己要关照得到 所以修行的路上啊 我们的性格都会起现起 着急的人就会学得很着急 慢吞吞的人也会显出拖延出来 这修行的路上 自知之明啊 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 知道问题 这个自己的 这个性格里面要调整的在哪 你才知道怎么用功啊 改正自己的过失叫真修行 所以修行改性格 那股执着镜啊 要懂得放下 我们有时候那个对人对事 那个执着镜一上来 谁劝都没用 而且啊 一个人执着镜上来啊 身心放不放松 对啊 所以观自在不在 观自己自信在不在 观自己身心罗不罗软 我们那种性格起来 就是 一定要怎么样 谁也劝不了 拉不回 这种性格啊 要学牢上的法挺难的 不相应 你看牢上 写资料 兴趣是什么 横顺众生 随喜功能 这八个字对我们很重要啊 你不能横顺对方 为什么 因为你的性格 跟他呢 杠起来了 你们看过两只牛 这个 这个牛角 看他 你没有 零零脚脚 你就不会跟他 杠起来了 你就可以横顺他了 所以古人 建筑物 外缘 内方 外 跟人相处 要缘嘛 不要有零零脚脚啊 不要太有性格 大家有没有听过 哪一尊菩萨很有性格 那我们不是要行菩萨道吗 那菩萨既然没有性格 那叫改性格 改性格不简单 有性格的人 首先 常常会让父母很无奈 哎呀 这个孩子 讲不听啊 他要怎样 谁也劝不了 你看 一个修行人 常常让父母 哎呀 不要说有功德啦 罪业都 你要度 你要度众生 你要安众生 首先要安谁啊 你连父母都安不了 你还安众生 他不是自己变自己 最近啊 跟这个 刚好跟 同学们的分享 太上感应篇 会编的 其中 你看古人说的 你侍奉父母啊 不能让父母啊 起烦恼心 父母想到你的事 很沾忧烦恼 我们为人子 这道啊 不足 不能使父母 有冷淡心 感觉被子女冷淡 我们说 你要把众生放在心上 那你首先要把父母 放在心上 那你把父母放在心上 那你怎么会冷淡父母 但是要不冷淡父母啊 我们得放下自我 比方 父母 来看你 那你们家再两个星期 再一个月 可是我 我工作很忙啊 你就忽略了父母的感受了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 一个人放下我 只在哪里放呢 就在你所面对的境界上 你在替你父母着想的时候 就在放下自己 你在为妻儿着想的时候 就是在放下 敦伦敬愤就是大道啦 就是菩萨道啦 那菩萨道没有离开我们的本分哦 所以老和尚还特别讲了 家庭主妇如何原成佛道 家庭主妇怎么 落实菩萨六度 第一个布施 把自己布施出来了 都是为家人想 不为自己想 那我们成长过程 就觉得母亲就是牺牲奉献 没有自己的 我母亲是小学老师 工作责任也很重啊 想起她的身影 早上 我们张开眼睛一下楼 在张罗早餐 晚上我们要去休息的 母亲还在那洗衣服 你们先去睡了 比我们晚睡 比我们早起 还要去上班 从来没有跟我们喊对 那都不是把无我表演给我们看 那佛菩萨无我 所以我们学佛来 行菩萨道 就在五龙关系里面 我们看道圣和夫 人家是当领导的 当老板的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他有六种精进 对啊 然后都要施力他 他是在他的工作因缘当中 去利益客户 利益众神 都没有离开 都能就问了 没有离开各行各业 佛法在世间不离 世间绝有 所以这个汇编呢 这个罗先生讲的这段话非常有味道 不可使父母有忍耐心 不可使父母有烦恼心 不可使父母有愁闷心 忧愁 担忧我们的事了 这个我们都要能体恤到 不可使父母有难言心 很多话呢 想跟我们讲 不敢讲 怕我们不好心 你看那父母的话憋在心里 想讲又不敢讲 你看多难过 大家要了解 六七十七八十 年纪大了 身体的机能都弱了 假如还生这些烦恼 对老人家的身体伤不伤 很伤 不可以是父母有 贵恨心 贵就是 残贵 遗憾 然后恨自己 那父母也不是完人 父母也有他的难处 他可能在 照顾我们的过程 他也有他的难处 比方我也曾经遇过 有同修 曾经跟他母亲说 你看 你都给我苦虏的时间那么短 大家想一想 这个孩子这么一想 妈妈 心里好不好做 他很好 很难做了 可是问题 他一定有他的难处 所以不只不应该 去抱怨这些 更应该什么 让父母宽心 你一体恤他当时候的处境 那他可能那心理上的 那种遗憾就下来了 你还一直在戳那些 点 那让他很痛 自责 所以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亲所耗利畏惧 父母 希望我们达到很好的这种 人生目标 我们也去做到了 父母很欣慰了 当然这个志向是正确的志向 这个传统化是活的 不是死的 你看很多贪官 他也有他的背景姻缘 他家里的人都不贪 这个贪官不容易贪起来 是吧 万法姻缘生 铁定家里有人推破助来 他才会 做出这样的事来 他有缘的促成 好 所以这个立式练心 练佛也是立式练心 练什么 练 把这些妄念放下 就老老实实 平平常常 老实念句 所以接下来 指导我们 哪些念头要放下 若金 赵 土度 金 就是有那种 刻意要装个样子 给人家看 我 从小到大爱面子 所以这个爱面子的人修行 念佛 就要装一个 让人家看起来 好像修行很高 这个就是经 照 急照 我赶快一心不乱 你看你这些念头 就照 普度 普度就是在那里想 我能不能有内向 想一想 还要念多久 就是你在那里揣测普度 这都是妄念 西寄玄妙 西求 寄妄 有内向 能不能阿弥陀佛现前放光 我有遇过 真的在梦中见过阿弥陀佛 但是呢 常常要去告诉别人 这就不妙了 他就着相了 所以老阿尚说的 你只要不着相 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 你只要着相了 好境界也变坏境界了 或技功求术 急于要达到什么功夫 背静向心 起个念头 我不管外面 我管我这一个心 这对一般人来讲 这个念头算不错 可是你还是有念头 连这个念头都放下 你就字句分明就好了 还起这些念头看 其实我们修行人要敏锐 我们自己去感受感受 你一句接一句 没有起这些念头 真的是够灭善身 真的是佛光 在消我们的罪业 众生有缘 欲失光着 够灭善身 身意柔软 什么时候是欲光 你念佛的时候 就是欲光的时候 身意柔软 可是你只要起了 刚刚这些念头 你可以马上感觉到 身心没有那么柔软 放松 你感觉的越敏锐了 你自己就会越来越 不愿意起这些念头 因为觉得那是干扰 就要督促自己 老实念 字句分明 不要起这些妄念 因为起了就流入第二念 恶就有分别之中 所以第一是智 第二念是是 老阿上常说的 第六是分别 第七是执着 第八阿赖耶是落印象 落印象也很不好 所以要练 过去就过去 不要落 人事物的印象 不然他常常又要浮起来 干扰你 所以随事即燃 你随着分别执着 落印象就会燃 一致 则静 我们就是要平平常常 老实念句 心都越来越清静 那我们 要处理事的时候 也是可以 用字不用事 处事时 处理事情 够然而大功 勿来而顺应 事未至勿将营 事情还没到 不要担忧 不要想一大堆 怎么应对 怎么处理 当然 事情还没到 你规划 这是可以的 而不是瞎操心 事已过 勿留置 事情过了 不要一直放在心里面纠结 过了就过了 当然事情 过了 我们总结经验 记取教训就好了 不要一直在想 谈谈荡荡 君子 谈荡荡荡 小人 长期期 为什么 小人 为自己打算 在担忧 还没有得到 他要的 换得知 优换 怎么得到 得到了 换失知 又怕失去 那当然那个心就很不安定 君子 无所求 大公无私 坦荡荡 见空 横平 见 就静止 主是说 用心如镜 镜子 他清静 所以他能照 汉来献汉 胡来献虎 汉能来献汉 胡人来献胡人 可是你看 人家还没有到镜子前面 他也不会去想 人家照完走了 他也不落在镜子里面 所以这个 静空 心是空的 是清静的 横平 那个横就是 那个称的 很公平 没有偏哪一边 这个就是第一念 其实我们 你在处理事的时候 你不见空 横平 这个平也很重要 你一处理事 谁跟我关系比较好 好 先谈判一下 你假如会关照的人 你当下就是烦恼心 所以要理智 你拼谁 是害谁 是吧 这个道理明白了 人才 这个习气才肯慢慢调整 就像你对孩子 你一偏爱他 对他没好处 他会恃宠而骄 所以慈母都败子 你很爱护他 但是偏心 你把他害了 老师也是一样 你一般同学 你不平等 对哪个学生偏心 那个学生就越来越焦慢 再来其他的学生也觉得 老师都对谁比较好 他心里也难过 个性比较强的 跟你干了 个性比较弱的 自己在角落暗自流泪 所以你看 你心一片的 没有人得力的 治他两害 所以平等心重要 治他 都提升了 你要 让子女 让学生看到什么 看到公心 看到平等心 他就受用 你看以前 当父母的人 孩子跟人家 摩擦了 冲突了 父母到了 先处罚谁 处罚自己的小孩 人家心就平了 这都是人情事理 人心要懂 你在处理事的时候 就是用第一念 公心是真心吗 若计较忍我 忍我是非 占固德思 德思心在里面 或迁于感情 感情用事 或基于意气 人那个意气上来 要观照道 要赶快念佛 意气上来 都带有情绪 观自在 这三个字很重要 那即流入第二念 第一念是理 是理智 是随顺理性 随顺性的 第二念是欲 有欲望 基教人我 沾固德思 潜于感 这都是欲 情欲起作用 寻欲及暗 我们顺着欲了 你看是不清楚了 我们修行人 真的要敏锐到 我们随着这些欲 你的身心就不放松了 像起这个人我是非得失 我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 这个心脏的 有点卡卡的 就提醒我 真的很微妙的 你随顺 自信 公心 你用真诚 用公心 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身心都很舒服 有时候起了一点情绪 跟人有对立的情绪起来了 你马上就感觉身心不舒服 你就赶紧念阿弥陀佛 调调自己的心理状态了 寻欲及暗 欲令致敏 历令致敏 寻礼 则明 你寻着理智 你对境界就明白清楚 公申明 臣申明 充容申明 公 臣 真诚 还有要充容 你一着急 你心就会乱 你就 对境界就不清楚 所以自己的心情稍微 起伏的时候 急躁起来了 赶紧念阿弥陀佛 你 公就不会被私心障碍 你真诚 就不会被虚伪障碍 你充容 你充容 就不会被 一着急 整个头就迷迷糊糊的 你就不会这样 好 所以 这个 舍事用根 你看祖师教我们 当下 你念佛祖师就能 这样去下功 好 那刚刚讲 白法明门 就一白法 这个也是 分类 万法那么多 把它归纳 神一白法 有五种 第一种叫心法 那总共 八 八个心法 所以叫八四五十一心所 全部属于精神 第二种是设法 第一种是心法 第二种是心所法 这个 随着你这个 心法所起的这些 精神 起的这些心理作用 这心所法 第三种是设法 设法就是物质 好 那第四呢 心不相应 法 那这个是 又不是精神 又不是物质 跟精神物质都不相应 这个叫心不相应 行法 这第四种 好 所以心法八种 言耳鼻舌身意 这六四 第七 末难 第八 阿赖也 好 我们刚刚讲的 第六 会分别 第七 会执着 第八 会落印象 好 那心 所有法 总共有五十一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 听这个 老和尚 早年 有讲白法明门论 大家可以学习 好 好 那里面 这个心 所有法里面 有善法 十一 好 哎 烦恼啊 有二十六 所以学坏容易 学好不容易 好 你看善法当中 残跟溃 这个都是善法 所以残溃心起来 就是有羞耻心 也残溃心起来 就会奋发改步 所以孔子 这个孟子说 此之于人 大矣 修耻心 其实就是惭愧 这名词不同 儒家 佛家 强调这些重点 都很相似 得知则圣贤 施知则情受 善法有十一 烦恼有二十六 那根本烦恼有六 贪嗔痴慢 以邪见 所以 这个都属于 心所有法 五十一种 第三是设法 有十一种 第四 心不相应 刑法 有二十四种 这样加起来 就九十四了 老阿上 讲经的时候 常常讲 心不相应 刑法 时间 空间 抽象 概念 它不存在的 可是问题是 你执着 它是真的 它就影响你 你比方说 人就懂 我还剩多少时间 你这么一想 有没有觉得心口 有点 压迫 你看你被时间 剩烦恼 我当老师 我要当多久 才能比较懂教学 都被这种时空 影响 其实你用真心 你可能交一年 领悟的比 那些三十年还多 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 最后是无违法 是第五 无违法 有六 所以 这个金刚经说 一切圣贤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前面九十四 这个都是属于有违法 有违法 就是生灭法 人就在生灭当中 生种种烦恼 所以人离了生灭 才能跟不生不灭 慢慢相应 所以不能被这一切 原具原善生灭的东西 我们就随着这些境界 都给我们拉走 我们就在那里生烦恼 你现在一切有违法 你看这九十四种 都是有违法 梦幻泡影 你不随它去 我的自性是不生不灭 我要常住真心 这一句佛号就是我的真心 念佛即是自心现 自心现实帮念佛 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你就不随着境转 好 所以你不管学金刚经 学十善一道经 还是学白法明门论 最后都是教你什么 老实念佛 六字同色万法 一门即是普门 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 我们同身性 所以姥姥上说的 同身就跟诸佛同样的真心 为什么老阿弥陀佛说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这个法语很有味道 真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不离这五星 来存心 好 那 用八四五十一星所 成为一身性 那就决定不能 成正果 正果的标准 就是明心 见性 见性 成佛 所以法相为是说 转八四 成四字 他就是转前五四了 你看我们 还没有转以前的 这个眼四 很容易我们就随着这个眼睛 身贪了 身撑了 看到五欲 贪心起来了 所以这个眼睛一往外了 一大堆烦恼 所以观音菩萨 不要往外了 反文 文字性 你一往外 眼睛往外 耳朵往外 通通 着在这些 五欲六成的境界里面去了 好 所以这个 转前五四 眼耳鼻舌 身 成为 成所作之 这个名字很有味道了 承办一切佛事 叫成所作之 你的眼耳鼻舌声音都配合你去度众神的 第六四 转成 妙观察制 本来是分别性很重 现在是什么 了别 清清楚楚 境界的情况 跟镜子照得清清楚楚 你见到一个人 你很清楚他的情况 你才好护念他 而不是 比方说他有缺点 你就瞧不起他 你就着在那个像 跟人对立起来了 甚至自己起傲慢心 高下心 没有 没有分别 但是了别 清楚 情况 好 这个叫妙观察制 这境界 了了分明 清清楚楚 第七 莫那是 是我执 转莫那为 平等性质 要离我相 人相 有我 有人 就执着这个我 你执着 我了 就有人了 就有众生了 就是从我相 延伸出来的 你有我就有一个 人的对立 产生的 假如呢 平等了 人我 一如了 治他 不饿了 你的平等性质 现前了 佛经里面 有一个比喻 我们本来是大海 结果大海里冒了一个水泡 我们误以为这个水泡是我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误以为这个臭皮囊是我了 那现在怎么办 很好办 把那个水泡戳破 那水泡在哪 水泡就是大海了 所以老大海上 知道我们 众生就是自己 法生是我们的真生 什么是法生 一切法都是我的生 叫法生 那我们现在就要练了 不能知道这个身是我了 余诸众生 视若自己了 那这个就是我 法生的境界在迈进了 众生就是我 这个就可以转 莫诺 第七诗为平等性质 转第八诗阿赖伊士 所以大圆镜之 大圆镜之 什么都融在里面 大家有没有看过 很大的镜子 你看所有的景象 都含色在它里面 所以老和尚常知道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所以正果的标准 因为我们现在谈 正定剂 协定剂 不定剂 这都是修行 能不能成就的归类 那这个协定剂 那它就不能达到 明星见性 见性臣服 所以原教是初处菩萨以上 别教是初地菩萨以上 这是见性 这是正果 所以协定剂 绝不能成正果 时间挺快的 时间到了 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